记者决定和专家一起用实验进行验证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 当加热包遇见冷热水时 会有什么不同的反应 很明显 红色盒内的加热包接触到热水的一瞬间 立刻产生了反应 迅速膨胀 高温的水蒸气扑面而来 碗中的水开始沸腾 经过测量 在这短短的两秒钟 加热包表面温度就高达79.2摄氏度 而用冷水浸泡的加热包 倒入冷水后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水温也不到9摄氏度 直到等待大约一分钟后 在冷水中的加热包才开始膨胀 水蒸气出现 河内的水才开始缓慢沸腾 由此可见 冷热水浸泡加热包 最大的区别就是产生反应的速度 拜拜 拜拜